向量的好处在于下面 它来代表波来算波的 波有一种性质叫叠加性 就是说两个不同的两种波 它在同一个介质里面传播的话 那么我们发现了 这个波比如说有一个是Y1 有一个是Y2X2 两个波都在同一个位置传播 但它传到某一点的时候 某一点的时候就是这个 这是T来说写错了 这是T 传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它有这个波也有这个波 那么到底用哪一个来表示 我们发现在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它的波形是这两个 波的相加 加起来 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子 那我们不知道 就是这样子 我们看大自然它就是这样子 因为它有这种特性 这个就是纯粹地加起来 那我们看这个 那我们看这个 个别的波 在合成的波里面 跟在个别的波里面 都一样 就是说合成波里面的Y1 跟它个别传播的时候 性质是一样 Y2在合成波里面 也跟这个完全一样 这是加起来才有 如果成起来就不对了 所以还好是加的 那么这种波呢 我们真的叫做 叠加性 就好像说 我们在管弦乐团 听管弦乐的时候 它有好多个乐器啊 大笛琴小笛琴 喇叭鼓啊什么东西的 各发各的声音 然后呢 一起传到我们耳朵里头去 我们耳朵啊 你可以专注 我要听那个小提琴的声音 你可以听得到 你说我要专注 听那个喇叭的声音 也可以听得到 因为它虽然是合成波 但是它到我们的耳朵里头啊 个别的波 它的特性还在 鼓还是鼓 小提琴的声音 还是小提琴 喇叭的声音还是喇叭 它不会说 我单独听鼓 它是鼓声 单独听喇叭 它是喇叭声 但鼓跟喇叭 一起合奏的时候 它就变成 别的乐器了 不会 它不会这样子 不会 这就是大自然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规律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享受 像管学院这种音乐 这是声波 光波也一样 光波也是一样 单独一个波 是这种形态 这两种形态 合成以后就变成合成波 不过合成波只不过这两个相加而已 但是它特性还在 所以你在街上碰到张三 你知道这是张三 碰到王五 你知道这是王五 当两个一起走的时候 张三跟王五一起走 两个影像都传到你眼睛里头 你不会看成是李四 还是张三跟王五 这就是叠加性 假设两个行进波 频率相同 我们为了简单起见 假设它频率相同 但是有不同的正幅跟相角 它的波函数分别是这个 因为我们为了方便 假设这个Omega是一样 其实Omega还是可以不一样 这个正幅是这个 正幅分别是这个 相角不一样 这两个波 同时在一个介质里面传播 那么它的合成波是什么样子呢 合成波就是这个加起来 你说 它的数学式子是什么 那就很麻烦了 你要把Y1写成这样子 Y2写成这样子 然后又利用三角的定律 来把这个 把它展开 把这一项也展开 就变成这样 然后再一项 把Y1 把这个三Omega t的项 记在一起 把三Omega t出来 里头是 Ym1cosα1 这个是Ym2cosα2 三Omega t 把cosαt也提出来 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令 Ycosα 是等于Ymcosα1 加上Ymcosα2 Ymsinα 是等于Ymsinα1 加上Ymsinα2 然后 这个数字 这一项 我们令它叫做 Ymcosα1 cosα 这一项 让它是 Ymsinα 带进去 把Ym提出来 里头就可以化成 Sin Omega t加α 原来它合成以后 是这种形态 你看起来好像 跟原来的 不一样 除了贫困一样 这相较不一样 但是这两个 还是存在 因为这个 还是等于这两个之合 实际上还是这两个之合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Ym等于这个 那么 这个就是合成坡了 合成坡的正伏 它是什么呢 从这里我们知道 它就是这个平方 加这个平方 就等于合成坡 正伏的平方 这个平方 这个平方 这两个加起来 这两个加起来 不 这个平方 Omega cosα的平方 就是这一边的平方 Ymsinα平方 就是这一边的平方 是等于这个 那我们就得了 正伏 最后合成坡的正伏 是等于这个 就是Ym1cosα1 加Ym2cosα2 Ym1cosα2的平方 加Mycosα2的平方 然后再加上 这个平方 开坑号 就等于这个 这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 只有两项 这个两项就是这个 平方 再加上 这个 这一项的平方 这是Ym 那么 合成坡里头的 向角α呢 是等于这个 就是Ym1sinα2 Ym1sinα 加上Ym2sinα2 就是这个 被这个来除了 你这边 这边除一除 你就知道 它是等于tangentα tangentα是等于这个 所以 你如果用 三角函数 来计算 合成坡 那合成坡的正幅 跟合成坡的 最后的向角 是这个值 但是你计算的过程 好麻烦哦 好 现在我们 改用向量来计算 假的 这两个都是向量 Ym1 Ym2都是向量 比如说 Ym1 它的 X component 是Ym1 α Ym1 α1 这是 它在这边的投影 就是Ym1 Sine Sine α1 等等 我们现在立 这个跟这个 是两个向量 两个向量 它现在还没有转 就是固定在这里 Ym1 在横轴跟重轴上的投影 横轴跟重轴上的投影 分别是这个 横轴上的投影 就是M MN这段 因为你这一段 跟这一段的大小是一样 这两个平行线 所以 它的横轴上的投影 就是它在这里的投影 就是MN 它等于Ym1 Cosα1 它的Sine 这边的 这边的投影 这边的投影 就等于 这个投影 这个 这个 这个船段 从这里到这里 它就是这一段 PL 这个是等于 Ym1 Psiα1 这个就是α1 因为这个跟这个平行 这个跟这个平行 Ym2 同理 在Y轴 跟横轴跟重轴上的投影 Ym2 横轴 就是OM 对不对 Ym2 Cosα 重轴 就是这个 NL Ym2 Cosα 那么 OP 就是两个的 核向量 Ym 是这两个的 向量的核向量 我们可以用 我们可以用 以前的Vector Sum Vector Vector 合成的方法 来算它 你就是 以这个为 做一个平行四边形 对边的大小 就是Ym Ym 它的cosα就是这个 Ym cosα就是这一段 ON ON等于什么 OM加MN OM 是Ym2 cosα ON是Ym1 1m cos 应该是 我这里 有时候写前面一项写后 写M1 cosα也可以 Sine Ym Sine ψα 这一段 它就等于 NP 它等于NL 加上LP 就等于这两个之核 这两个之核 那么 我们把这个加起来 这个平方 加这个平方 就是Ym平方 就是这两个平方核 这两个平方核 就是这两个平方核 然后Ym的大小 就是这一项比上这一项 就是这个比这个 这两项 我们重写一下 Ym就是这个 就是它的合成波的正伏的平方 合成波 它的向角是这个 两个波 你看 我们用这样做不就是很方便吗 对不对 如果有N个波合成呢 那你要用前面的一个方法做 你只知道两个是这样子 三个四个你怎么办 但是我们用这个你就可以 以后你就可以知道 Ym 其实它就是 Ym1cosα 加Ym2cosα 平方 如果有更多的话 就是一路加下去 123456 再加上这个 只有两个就是 Ym1 sinα1 Ym2 sinα2 如果你有很多的话呢 那就是summation Ym1 ym1 sinα1 平方 你看 如果有N个向量 就是我们波 有N个波 你要求它的 合向量的 合成波的 它的这个正伏 你就用这样加起来 然后 Tangentα1 就是sigma mi sign up i sign i 现在两个就是这个 如果有更多的话呢 那就是好多项的合 分母也是一样 所以 我们用向量表示 最后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告诉我们 以后你有再多个波 你要求它的合成波 很简单 政府知道了 向脚知道了 你就可以得到它的合成波 这是N个 正旋坡 是这样 于旋坡也是一样 我们前面是用正旋坡来表示 于旋坡也是一样 好 现在我们 前面看到了 一个波 它可以用YM sign 成是 Omega t 减Kz 再加5 也可以用YM cos Omega t 减Kz 加5 对不对 那我们发现 Sign跟cos 只不过是一个向量 在横轴上的投影 是cos 重轴上的投影是sign 以后我们说 我要cos 那就是向量在 重横轴上的投影 如果是用sign来表示 那就是向量 在Y轴上的 在重轴上的投影 我们现在看 浮数 跟向量有很多 相同的地方 你用向量表示 也可以用浮数来表示 比如说 我们有一种面 叫做浮面 complex plan 横轴是实轴 重轴叫做虚轴 这个面上面的任何一点 任何一点 比如说这一点 它到原点的连线 画一个箭头的话 它就是一个向量 它也是一个浮数 也是一个浮数 也是一个向量 比如说 这个是实轴 这个是虚轴 我在横轴 实轴上面取A1 虚轴上面 取JA2 那么这一点 它的坐标就是A1 JA2 这一点就是代表一个浮数 A1加上JA2 那这个箭头就是代表 也是代表这个浮数 它的大小 它的大小呢 用A来代表 它跟十轴之间的甲甲 我们用θ 来表示 所以浮数啊 我们现在用 英文字母 上面加一个bar 一道杠来表示 这个表示浮数 这个表示浮数 如果浮数 用个绝对词的话 就表示是这个浮数的大小 我们只写一个A而已 只写一个A而已 浮数 这个 本来是这个 因为它的坐标就是这个 它可以用 它现在可以用直角形 与极形来表示 所以这是坐标了 另外一种方式表示呢 一个就是用直角形 一个就是用直形 用极形 直角形 我们说 这个浮数 它的十轴是这个 虚轴是这个 这个加起来 这个加起来 这就是直角形 A1 是 实数 这个 浮数里面的实数 这位浮数字 实数部分 叫real part 浮数的real part 它可以表示为 A1 等于real 就是这个 取实数 就是这个 你把冷气关掉 A2呢 它是虚数部分的 虚数部分的一个实数 A2为虚数 GA2 是虚数 是虚数 GA2 的实数部分 这个虚数啊 这一部分包括一个 这是虚数 J是 根号负一嘛 那A2呢 是实数 它就是虚数 GA2 的实数部分 我们可以用什么 我们可以用什么 这个写错了 Imaginary part Imaginary part 写错了 用这个 I am Imaginary part 来表示 Imaginary part 所以虚数的直角形 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Real A 就是A1 加上J Imaginary A 这个就是 直角形 可以这样表示 也可以这样表示 那实数部分 可以这么写 虚数部分 可以这么写 这个都要 将来在用的时候 要多多去用它 OK 你不去用它 学不会 多多用它 你就会记住了 极形 极形是这样表示 幅数等于大小 乘算一个 它的角度 比如说 像这里 这个A 这个幅数 它的大小是五 它跟十轴的夹角 是三十度 我们就写成A 幅数 等于五 三十度 像这个 A是这个 它的大小是二 大小是二 大小是二 这个怎么写成这样子 大小是二 好 那么 它这个角度 你可以写成 负五十度 我这个写错了 这个不知道怎么写成这样子 二 角度 负五十度 负五十度 OK 这写错了 这个 幅数大小是七 从这里算 角度一百二十度 这个也可以从这里算 绕一圈是多少 三百六十度 绕一圈三百六十度 这个就是三百一十度 也可以写成二 三百一十度 也可以这样写 好 这个 幅数 大小是四 它的像角 你可以写成 负一百二十度 也可以从这边算 两百四十度 两百四十度 这个 你们自己去改一下 这个 错掉了 好 那么一个幅数 可以写成直角形 也可以写成极形 我们等等会提到 直角形的幅数 它有利于加减 极形的幅数呢 有利于成除 成除 如果你原来是用直角形表示的 你现在要成除了 那我就化成极形了 或者是原来是极形的 复数 我现在要做加减 我就把它化成直角形了 所以直角形要化成极形的话呢 很简单 你看 以致这个A 它的直角形 是A1加上JA2 这就是直角形了 好 用极形表示就是大小是A 跟十轴的夹角是θ 那A等于多少 θ等于多少呢 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A 这个大小 是等于这个平方 加这个大小的平方 A1平方 加A2平方 开根号 然后这个角度呢 我们可以用θ 这个 Octangent A2 over A1 这只是大小 你看 你知道这个 你要化成极形 就是这样化 或者是说 我知道原来它是Aθ 原来它是这个 我现在要把它化成 直角形 那我就把这个A 这个A 你知道这个 那这两边是什么呢 那就是A等于这两边 A1平方 加A2平方的开根号码 然后角度 θ就等于 Tangent Tangent 就是A2 over A1 好 所以 这是 以直到直角形 你现在要化成这个 复数的话 就是 它是Aθ A就是这个 θ就是这个 如果已经知道 极形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求 它的A1 Acosθ A2 Asinθ 那么 所以 复数A的直角形 就是等于 A1 加上 JA2 就等于Acosθ 加上 Jsinθ 所以以后 我们知道 复数跟 向量之间 有非常像的地方 非常像的地方 所以一个坡 我们可以用 Cosin 用Sin来表示 也可以用 一个 复数的 时数部分 跟它的虚数部分 来表示 复数 复数的 加减 运算 所以做个复习 我相信 大家都会了 这个 已经知道 A跟B 都是用 直角形 写的 那么 它跟这个 加起来 那就是等于 A1 加B1 A1 加B1 就是 时数部分的 和 再加上 虚数部分 A2 加B2 减的话 也是一样 那就是 这个 减的话 我这个写错了 这个写错了 这个 A1 应该 A就是 A加上 AJ 就是 B加上 BJ 那就是 A A加B 好 那用这个 用这个也没关系 就是代表 这个时数部分 二就是代表 虚数部分 好 那么 减的话呢 就是 时数部分的 时数部分相减 然后 虚数部分也相减 相减以后 做它的 虚数部分的 时数 这样子 所以做多个 复数加减 运算的时候 我们最好用 复数的直角形 用复数的 直角形 复数的 乘法运算呢 你知道 A是这个 B是这个 A的大小 它的向角 B的大小 可以向角 那么 A乘B 两个复数的乘 就等于 这两个相乘呢 所以 AB只不过是大小 表示大小而已 它就直接乘起来 就好 然后 这两个也是 这两个角 相乘 我们可以学成 这两个角之和 这个我们等等 会证明 你看这个 Alpha dot Beta 可以等于这个 你看Alpha 它是等于这个 对不对 好 那么Beta 它是这个 就是说 你这个可以 把它大小当作 E了 它Ecosα 加上Ejsinα 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要 大小当作E 就是CosAlpha CosBeta 加上JsinBeta 你把这两个 乘开以后 然后把十数项 聚在一起 虚数项聚在一起 那这一项 可以写成这个 后面这一项 写成这个 那它不就可以写成 大小是E 角度是Alpha 加Beta 就是这个 所以 两个复数 相乘的话 你就直接把 A乘上B 然后这两个角度 加起来 好 现在我们看 有一种数 叫共二 共二复数 Conjugate Complex Numbers 如果两个复数 十数部分 大小相等 两个复数 十数部分的 大小相等 符号相同 虚数部分 大小也相等 但是符号相反 这两个复数 我们就称它 叫做共二复数 共二复数 复数A的共二复数 复数A的共二复数 我们就用A复数 打一个星号表示 比如说复数A 它的共二复数 你看 这个大小一样 这个大小也一样 不过 这里是加 这里是减 因为它是 这个复数的 共二复数 我们就打一个星号 OK 好 现在我们看 复数跟它的 共二复数之间 有这个结果 复数本身 加上它的 共二复数 就等于2A 等于 十数部分的两复 两复数数数部分 这两个相减呢 A减掉了 这个加起来 就等于J 2A 这应该写 A2了 如果我这么写的话 应该是 切A2 如果相乘的话呢 你如果用这个乘法 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平方 减掉这个平方 减掉这个平方 A平方 复数的大小 它就是这个开根号了 那就是这个开根号 它就等于 复数本身 乘上它的 共二复数 再开根号 这两个相乘 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A层上它的 共二复数 DOT 就是相乘 A平方 然后这个 我们知道 两个角相乘 就是两个角相加 零度 所以 用这样算 也可以 就是用直角形算 它也等于这个 你用 极形算 也是这个 直角形算 也是这个 共二复数 的共二复数 A的共二复数 是这个 它再开根 共二复数 就是 这个不变 这个变一个号 那就变成 原来的复数了 变成原来的复数 好 这一套 希望大家 用的时候 多用它 然后把它 记住 OK 好 现在我们看 复数的 除法 好 复数 A跟复数B 相除 我们说过 乘除要用直角 用这个 极形比较方便 那就是 A over B 然后这个 就变成 alpha 减 beta alpha 减 beta 我们知道 我们就是证明它 等于这个东西了 好 A 这个写错了 我看看 A乘 OK 这是A B 好 我都乘上一个 B 复数的 conjugate 好 然后 这个就变成 b平方 好 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呢 你就把这两个 复数啊 写出来 好 然后呢 我们知道 这是ab 跟这个b平方 约到一个b 就变成 a over b 这个 你就把 这个展开 变成这样子 这个展开以后啊 你把 十数项归 归十数项 加起来 虚数项 跟虚数项 结合加起来 它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就是cos α减β 这个就是 sin α减β 那这个呢 就是大小 唯一的一个 复数啊 它的 角度是 α减β 那这个 我们就 证明出来了 这个其实就是 这个 OK 所以复数 做乘除 运算的时候 要用极型 好 现在我们就用 指数型 指数里面 跟复数啊 又 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比如说 这个就叫指数 exponential的x次方 它的极数 展开式啊 是等于这个字 然后sin θ呢 也用极数 展开 它是这个字 cos θ 也用极数 展开 是这个字 然后你看我们 这两个 如果 我们现在 令x等于jθ 令这个x 叫做jθ 那么 我们就有 exponential jθ 这x都是jθ 你看 jθ 带进去 一倍是他 这个平方 就是负的 j的三次方 是负j j的四次方 就是正j 就是正一 j的五次方 就是正j 等等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极数啊 二四六八十 零二四六八十 这些像 把它归在一起 那一三五七九 又归在一起 你看 这个是什么 这是cos θ 这个极数是什么 是sin θ 因此我们就说 好 你exponential jθ 之方 它是等于cos θ 叫做jsin θ 是等于这个 这个也可以写成 小度θ 因为这就是等于 大小是1 大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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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苏的大小是1 大小是1 ok 就是这个 ok 好 那么 这个 复苏 指数型的 指数型的复苏 它的complex conjugate 根据我们前面讲的 直角型 你就是插一个符号 对不对 而这个直又等于什么呢 它就是等于 fuθ 所以 你这个要记住 exponential jθ 等于这个 cosθ 加jsinθ exponential 就是负jθ 就是cosθ 减叫jsinθ 所以我们介绍了 复苏 可以用前面的三种形态来表示 一个 这个是极形 这个 这个是指数型 指数型 这个是指角型 一个复苏可以用这三种东西来表示 复苏的这个角色 这个角度可以写成 A 这是大小 exponential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一般的复苏是用这样写的 指数呢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个就是它 因为 你不管用这个算还是用这个算 这个值都等于这个 A cos cd cos omega t 加上phi 再加上sine omega t 加phi OK 好 那么这个值呢 我们根据 指数的乘法 这个就等于 exponential j5 乘上exponential 就是j omega t 就是exponential 把这个omega t 时间的部分 跟空间的部分 就分离 你看 指数有这个好处 可以把 把这两个分离 分离以后 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 复数 它本身就是一个 复数 它就是这个 可以写成这个 复数 我们这里给它 戴一个帽子 以后 在坡的时候 我们不用这样 表示 我们用这样 表示 这个 是一个向量 facial facial 单独这一部分 是非兽 如果乘上这个的话 非兽 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t 就变成 转子 所以 转子 在十周上的投影 就是这个 转子 在虚周上的投影 就是这个 所以以后 我们的坡 你选择这种形态 它就是等于转子 转子 这个要记住 在十周上的投影 这个就是转子 在虚周上的投影 OK 你看这个 就等于real 这个字 因为它 你这个 有两项 你这个乘起来 这个乘起来 这个乘起来 有两项 你cos 这一项是什么 是这个 复述的十数项 所以叫做real 这个字 或者你就把这个 写成 a项链 称上这个 转子 这个跟这个 都是转子 a3omega t 加5 你就可以写成 是它的 imaginary part imaginary part 它的 虚数部分 虚数部分 OK 你看 所以我们现在 以后我们 几乎都用 都用指数来表示 波 用指数来表示 波 那我们一路 导出来 就是让各位知道 sine 有的时候用 sine omega t 加5 有的时候用 cosine omega t 加5 它只不过是一个 转子 在横轴的投影 这个是转子 在重轴的投影 那我们就可以写成 一个 虚数 这是转子的 转子 转子的 十数部分 跟转子的 虚数部分 好 现在我们就 波函数 你看我们波函数 我们才用的 你用cosine 我们一个t的话 它就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 负数 它的实数部分 因为exponential j这个 它是cosine的这个角 加上j的sine这个角 我们只要cosine 所以我们就举它的real part 而这个值呢 我们展开以后就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三项 那我们把前面这个 合在一起 这个 先跟这个合在一起 这就代表什么 正幅 它的 正幅是 这么大 橡胶 除橡胶 t等于零的时候的橡胶 是fi 我们可以用这个表示 那这一部分就代表 这个坡的空间部分 这个是代表这个坡的时间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空间部分 写成这个样子 A 它的 空间部分 这个四字里面 A是行进坡的 正幅 fi是出向角 这个叫做坡的转子形态 A 这个是转子形态 A是向量 成长这些是转子 好 那A 它是等于 AX AX 就是这一部分 它是代表 向量部分 向量的形态 叫做向量的形态 这个是向量 成长这个才是转子 它只包括什么 向量的形态 仅包括空间的部分 A等于 A J5 这就是代表 服政府 代表这个 就是这个 看到没有 政府 成长大的粗向角 政府的大小 实数部分 包括实数的 政府A 跟粗向角的这个 这是代表 负政府 complex complex amplitude 用Y等于 这个 来表示 pore 或者是用 real 这一项 来表示pore pore函数 这个叫做 pore函数的time harmonic form 我们就 用翻译成为 时间 邪正形态 简称叫 实邪 形态 它有时间 有时间 这种形态 我们叫做 time harmonic form 如果用这个方式 来表示 只用这个表示 不是 用这个表示 用这个表示 或者是用 这个来表示 我们称它叫做 浮数的 实邪形态 浮数的 实邪形态 因为这个地方 是取real 已经取real 所以它就变成cosindic 在这个地方 它还是个浮数 还是个浮数 以后我们计算的时候 通常都是 先把这个算出来 空间部分算出来 乘上这个以后 它才是浮数的实邪形态 乘上这个以后 再取它的real 那就是实邪形态 这一套 你要花一点时间 去把它真的弄懂 那以后你学起来 才会 顺畅 一定要懂 你不可以不懂 所以你在处理 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做习题的时候 你浮数就乖乖地写浮数 顺畅量 顺畅就乖乖地写顺量 你不要这个乱写 很多同学 最后这个 物理学不好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浮数跟存量 搞不清楚 整个都乱掉了 现在就介绍电磁波 电磁波 我们是从Z方向传播的 这个叫做平面电磁波 X骗正的平面电磁波 就是它的震荡是在X方向 传播是在Z方向 这就是一种横坡 横坡 这是我们常常在表示的 十数不 就是邪正坡 十数的邪正坡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复数 你把它写成 这个还保留 这个就写成 这个就包括杀药 但是我们不要杀 我们只要cos 写个real 那这个又可以把它展开 这个只不过把它展开 一下一下展开而已 展开以后 我们可以把 这一项跟这一项合并 就变成这个 这就是它的 浮正符 complex amplitude amplitude大小是10 初向角是这个 这个就代表 这里都包含了 包含了这个 amplitude 跟它的初向角 最后 最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字 写成 就是这两个 合并成为10z 那就是这个坡的 空间部分 以后我们处理 波就是 处理它的空间 先算出空间部分 然后把这个 exponential geometry 沉进去 take real 它就变成了 我们的电厂 它另外还有一个 跟它 始终跟它在一起的 一个edge厂 形态都跟它一样 就是h不一样 这个是x 方向是x方向 电厂是x方向 h厂是y方向 传播是z方向 那这个跟这个一样 你可以把这个 写成复述型 我只要real部分 然后呢 把这个展开 就是三项 然后你再把这个合并 就变成复正复 最后你把这个合在一起 就变成它的空间部分 那真正的坡是这样子的 朝z方向传播 它同时有电厂 同时有h厂 这是代表震荡 同一个时间 这个地方在电厂 是这个字 这个地方在 我们说在这里 就是电厂朝这边 电厂朝这边 等一下爬到这里来 电厂朝这里 当电厂是这个方向的时候 h厂是这个方向 电厂是这个方向的时候 h厂是这个方向 我们发现 电厂和h厂是垂直的 电厂最大 h厂也最大 电厂为零 h厂也为零 那这叫做电厂和h厂同向 in face in face 我们第一章就介绍到这里 各位回去把这个 跟上面一页 你花一段时间 你花一段时间去 去把它消化了 你不要没有消化 以后你就麻烦了 好 好 我们 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